嗨 今天心情特别好 因为不一样的开工了 嗨 大家好 各位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凯伦老师说故事 在跟大家分享之前 突然在手机里跳出了一个 今年极品的诗词 成语讲 因为今年的手讲是什么 你记得有一句叫做 一者三有 对 有直 有量 有多文 对不对 那今年就颠覆了原意 改成好友 好友的定义是什么呢 一者三有 有读 有回 有按赞 所以希望 你还是要去读人家的讯息 还是要回应一下 这是礼貌 最重要是 还是为我们的节目按赞 然后 直接订阅 凯伦 好厉害 好厉害的 YouTube的频道 好 这样我就很感谢了 那真的是 有读 有回 有按赞 话说 有一个老师 他问一个学生说 你知道生活中 为什么离不开 葱姜蒜吗 因为调味 要用嘛 要吃嘛 你怎么就会吃啊 你看看 才不过一个过年 肚子大的跟怀孕一样 难怪你长得不够瘦 那老师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葱姜蒜 老师说 因为人的一生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能将就 就将就吧 实在不能将就的话 那就算了吧 这是一个做人的道理 不必太过执着 好了 学生又问 那老师 我天天都在图书馆里 加班 打工 可是我还是会 天天胡思乱想 怎么办呢 那就放过自己吧 不要乱想了 该来的自然会来 谁也挡不住 不是你的 总会走 留也留不住 生活已经不容易了 何必让自己活这么累呢 还有 路 别走得太急 脚会疼的 人想的太多 心会累的 不要自找苦吃 其实 这个资料 都是一个 在年前我去拜访 他的一位大哥 他在年后给了我的答案 就丢了这样的资料 给我看 我觉得也好像是 在对我说话 也好像是在解讨了你心中的疑问 对吧 因此我们做学生的 我们可能又开口说 老师有的时候 我在想 这辈子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老师的答案简单 做个善良的人 善良的人可以坦荡一辈子 千万不要做一个虚伪的人 因为算计一辈子 人活一世 如果您睡得坦荡 连手机都不开 笑得灿烂 那你就是赢了一辈子 真的 有几个人能够睡得坦坦荡荡的 笑能笑得这么灿烂无邪的 那跟你的心有关系 所以每天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前天晚上睡得饱 睡得着 睡得温暖 早上起来 便便通畅 那才真是人生的幸福呢 因为接下来就是健康 抱着希望的 迎接新的一天 因此学生可能又问老师 如果一个人感觉很狂 怎么办 在学校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话 对吧 狂 老师的答案是说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祸 做人做事 千万别太过 你看看那个稻谷 它都会弯腰 智者是常常温和的 行走人世间 低调没有错 因此最近在FB上看到一位 金钟影帝 大概年纪将近50 孩子还小 他每天都去跑步 说是身体 越来越筋实了 到结实嘛 然后记者就说 那可不可以露露看你的那个 腹肌呢 他的回答最漂亮 我这个年纪不需要漏了 还是低调一点过日子 我要把命跟健康留着 我要看着我的孩子长到20岁 我才安心呢 真的 当你没有做父母的时候 了无牵挂 也许就走了 也许什么都没了 但是做了父母以后 你的牵挂就是围着你的家 围着你的孩子 要好好地活下去 因此 学生又开始提个问题 说老师 我常常都看人家过得比我好 我就过得没人家那么好啊 老师的答案是说 生活像一杯白开水 每天都在喝 你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里 有各种的颜色 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 人生不是靠着心情在活着的 人生是靠着心态在活着的 你调整心态 看生活 处处都是阳光 所以我想2020年 最有创意的春联 大家都收到了吧 上连写的是 猪肉永远没想到 它居然败给了口罩 下连写的是 口罩永远没想到 它居然成了年货 横批是 存老鼠的鼠 存鼠意外 祝福各位 健康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